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斤粉皮 这种粉皮呢,口感非常的有嚼劲 最多的吃法就是炖着吃了 今天用粉皮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先准备一块钱的鸡胸肉 先用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条以后再切成小漏丁 大概一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收在小碗里面 准备几把大蒜切成厚厚的薄片 接着用刀切碎 准备小米辣椒切在根底 然后切成圈圈 切好以后收在碗里面 下入一勺白棉糖提鲜 两勺子酱油调味 两勺子米醋 蚝油少来一点 一勺芝麻油增香 一勺红色的酱调味 倒入适量生水 搅和均匀就可以了 去小菜园里面 好上一颗小葱切成葱花 收在碗里面 把鸡胸肉转移到一个小碗里面 打上一颗公鸡蛋 加入一勺食用盐 少许料酒 不用洗手了 先搅和搅和 让肉充分地吸收汤汁 搅和均匀以后 加入一勺生粉 再次搅和均匀 粘过上一层生粉 这样可以锁住水分 吃起来会更加鲜嫩 热锅子里面多倒点食用油 先开大火把油烧热 公图用筷子来测试油温 油温烧至七成热 把粉皮放在锅里面 瞬间在锅里面就炸至飘起来了 而且每一个都非常的漂亮 炸至粉皮微黄就可以出锅了 稍稍地给它控一下油 锅冲再次倒油 摇晃一下锅子 让油平铺在锅底 油烧热以后 把腌好的青红肉炒香 炒香以后 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先开大火烧开 炒至干香以后 倒了一碗生水 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 锅中汤汁煮开以后 把粉皮放进来 先用铲子搅和搅和 让每一个粉皮都沾裹上汤汁 盖上盖子焖五分钟 焖至卤味 出锅前撒上一把小葱花 还有白芝麻就可以了 搅和均匀 我们想办法出锅 哇好香啊 粉皮这样做呢 好吃入味有嚼劲 非常充分的吸收了汤汁 非常好吃 一盘成本不足三块钱的一道菜 如果您也喜欢 那就点赞关注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都好吃 连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 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 一定要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哦 辛苦一下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